現局中女神郭姓淳 今天一大早已經返回台灣 不少熱情的粉絲都前往桃園機場接機 而她媽媽也親自來到現場 迎接寶貝女兒回來 兩人在機場相擁場面相當感人 而另外郭姓淳受訪時也談到 非常感謝她的粉絲支持 尤其這次比賽遠在法國 但場邊依舊是充滿了 為她加油的歡呼聲 讓她感覺自己好像就在主場一樣 先讓我們聽一下她怎麼說 大家每喊一次郭姓淳的時候 就是你會觸動你的淚餡 然後所以你就會覺得就是 就是大家從各個地方來到這裡 然後為你加油 然後你就會非常感動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就是 因為其實這兩年多以來其實 因為狀態其實沒有一直浮現出來 所以其實也有很多就是不看好的聲音 但是我覺得非常感謝那些看好我的人 然後也相信我的人 然後我覺得他們的那種祝福 已經不是只有希望你贏的那種祝福 而是那種真的是從內心深深的祝福 你可以享受這樣的舞台的 至於郭姓淳回台後的動向 她表示最重要的還是要把傷養好 有健康的身體才會有好的成績 而她搭飛機的期間 拳擊好手林玉婷也拿下金牌 她表示自己得知了當下非常的激動 真的很替她開心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靜好新聞